你好,地球人,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把你空投到3I Atlas的老家,人马坐天驱。 我们先不管它到底是彗星还是星际飞船,今天就先去它的老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如此独特的星际天体?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 好了,请坐稳符号,马上出发。 就在2025年11月,NASA刚刚确认那颗在地球天空划出红色轨迹的星际天体3I Atlas,其起源指向了人马坐左侧的深邃空间。 而半个世纪前,美国大耳朵射电望远镜捕捉到的神秘望、讯号同样来自这片星空。 两个跨越时空的宇宙印记都烙在了同一个星座,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宇宙在给我们地球人悄悄传递消息? 让我们先双脚落地,看看这片被命运选中的天区,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人马坐坐落在南天球,赤经范围,从17时到21时,赤尾介于-45度到-15度之间,在北半球夏季的夜晚格外清晰。 但它最特别的身份是银河系的心脏所在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坐A就潜伏在这里,周围环绕着密集的恒星群和复杂的气体云。 用哈勃望远镜观测就能发现,这里简直是天体的繁华都市。 直径110光年的M8星云像一片发光的焦虎,孕育着新的恒星。 M20星云则因氢、氧、氧元素的辐射呈现出红紫蓝三色渐变,被称为三叶星云。 更关键的是,人马坐包含了多个恒星系统密集区,比如球状星团M55,这个拥有10万颗恒星的古老星团,正是挖信号的疑似来源地。 这里的恒星诞生于宇宙早期,年龄超过100亿年,比太阳古老一倍还多。 要是真有文明再次演化,恐怕早已超越我们的想象。 不过,寻找智慧文明,不能只看资历,还得有适合生命扎根的土壤。 那么人马坐哪些恒星系统,最有可能成为智慧文明的摇篮呢? 首先我们要锁定的是半人马坐α星系。 虽然名字带半人马坐,但它实际是人马坐天驱的近林,距离地球仅四光年。 也是刘慈欣三体中三体人的老家。 2025年8月,韦伯空间望远镜在这里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与太阳相似的A星周围,发现了一颗位于宜居带的候选行星。 这颗行星质量是地球的150倍,和土星相当。 虽然是气态行星,本身不宜居,但它的卫星却可能藏着惊喜。 想象一下,卫星表面被液态水覆盖。 大气层包裹着生命所需的氧气,而气态行星的引力刚好为它阻挡了星际辐射。 更妙的是,A星作为黄矮星,质量是太阳的1.1倍,年龄不到50亿年,既有足够的稳定期,供生命演化,又不像红矮星那样,频繁爆发药斑。 再往人马座深处看,天仓五金鱼座套星系统同样值得关注。 虽然它在星座划分上属于金鱼座,但距离人马座边界仅二光年,且被证实是3I Atlas星际天体的老家。 这颗恒星年龄60亿年,比太阳古老15亿年,光谱分析显示其周围可能存在5颗行星,其中2颗位于宜居带内。 更重要的是,3I Atlas表面检测到了氨基酸前体等有机分子,会和水冰的刀青比例是太阳系彗星的2倍多。 这意味着天仓五系统的圆形星盘里,早就具备了生命起源的物质基础。 SETI研究所从2025年7月起,就用爱伦望远镜阵列对准这里搜寻无线电信号,虽然目前还没发现异常,但考虑到它的年龄。 或许这里的文明已经掌握了更高级的通讯方式,不再依赖无线电波。 当然,不能不提红矮星系统。 银河系中70%的恒星是红矮星,人马座天驱,更是遍布这类长寿明星。 比如距离地球12光年的人马座AX星,一颗质量仅为太阳五分之一的红矮星,其周围已发现两颗岩石行星,其中一颗的轨道刚好落在宜居带。 红矮星的优势在于寿命极长,可达千亿年,即使生命演化速度慢,也有足够时间发展出智慧文明。 不过风险也同样存在。 2024年阿雷西伯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显示,红矮星的药斑爆发会剥离行星大气层。 但科学家发现,若行星拥有强大的死场,就能像地球一样抵御这种冲击。 人马座AX星的那颗宜居带行星是否刚好具备这样的防护罩呢? 这正是中国FAST望远镜目前重点观测的目标之一。 说到观测,就不得不回答那个终极问题。 人类在宇宙中真的是孤独的吗? 从3A Atlas携带的有机分子到WOW信号的神秘回响,再到宜居带行星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否定答案。 也正因如此,中国在155期间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太空探源计划,其中专门负责寻找第二地球的系外地球寻天卫星, 堪称人类的宇宙红娘。 这颗卫星计划于2030年前发射,搭载了比开普勒望远镜灵敏度高10倍的光度计,能同时监测100万颗恒星。 重点搜寻人马座、天秦座等天区的内地行星。 顺带提一句,天秦座可是傲默默的老家哦。 它的探测方式堪称双保险。 一方面用零星法捕捉恒星亮度的微小变化, 当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恒星亮度会下降0.01%。 这种变化哪怕持续几小时,也能被精准捕捉。 另一方面,用微引力透镜法通过恒星引力扭曲背景星光的现象, 发现那些不产生零星效应的行星。 与国际上的TES望远镜相比, 中国的寻天卫星覆盖天区更广, 尤其聚焦银道面附近的恒星密集区, 而人马座作为银河系中心所在, 自然是观测的重中之重。 更值得期待的是, 这颗卫星还将与鸿蒙计划的月球背面射电阵列联动, 月球背面能屏蔽地球无线电干扰, 或许能捕捉到比WOW信号更清晰的文明痕迹。 其实,中国的探索早有铺垫。 2025年11月, FEST望远镜就已加入对3I Atlas天体的全球观测, 发现其周围存在异常的强击分子辐射, 这种分子是生命代谢的重要产物。 而西外地球寻天卫星的任务, 就是把这类蛛丝马迹串联起来, 找到真正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家园。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 因为地球并不永远安全啊, 小行星撞击, 太阳骇闪, 超级火山地震, 人类核战, 任何一种灾难, 都可能提前终结人类文明。 寻找第二地球, 本质上是为人类文明买一份宇宙保险。 现在, 让我们回到人马座的星空下。 3I Atlas还在继续它的旅程, 从人马座左侧向双子座飞去, 它携带的有机分子就像一封来自天仓舞的邀请函。 WOW信号的谜团虽未完全解开, 2024年的研究认为, 它可能来自磁拖星药斑撞击青云,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倾听。 毕竟人类真正系统性搜寻外星信号的时间还不到100年, 放在宇宙尺度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半人马座α星系的宜居带行星, 还在等待2026年韦伯望远镜的再次确认, 而中国的寻天卫星已经在墙宝中蓄势待发。 或许有一天, 当我们的探测器飞越人马座的星海, 会在某颗行星的大气层中发现氧气和甲烷的共存, 那将是生命存在的明确信号。 又或者, 我们会收到来自天苍武的定向通讯, 对方用数学语言问候, 你们好, 地球牛马们还在996吗? 当然, 也可能在漫长的搜寻后, 发现人类真的是银河系中孤独的智慧生命。 但那又如何? 至少我们曾经仰望过星空, 曾经主动伸出过探索的手。 此刻, 人马座的星光正穿越光年的距离抵达地球, 三I Atlas在太阳系中画出荧光。 或许在那些闪烁的恒星背后, 正有一双眼睛和我们一样, 凝视着未知的星海。 而人类的寻天卫星, 终将带着人类的期盼在这片星空中找到答案。 毕竟宇宙这么大, 不该只有我们独自歌唱, 你觉得呢? 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创作不易, 请订阅按赞支持哦!